我们来看这题,如果抛物线方程式为y平方减10s等于0,则下来叙述,何则正确? 要贴面式呢?那么这个抛物线,我们把它称为呢,是伽马 那么给我们的方程式呢,就是y平方,我们把10s移到右边 所以呢,等于10s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知道这一个10,那么就是我们的4c 所以呢,我们就求得C的值,4分之10,约分结果得到呢,是2分之5 那么2分之5呢,大于0,那就表示呢,这一个抛物线,它的开口就会向右 所以呢,我们在座标平面上,就来画一个开口向右,抛物线的图形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先来找出它的顶点座标 所以它的顶点座标,从方程式,我们知道呢,y平方就是y减0的平方 等于呢,10s,就是呢,10乘到s减0 那么因此呢,它的顶点座标,我们叫做v 座标呢,那么就是00 所以呢,选项1,抛物线的开口,那么应该呢,是向右,并不是向下 选项A呢,是不正确的 我们来看呢,选项b,我们来找呢,它的焦点座标 所谓的焦点座标,那么就是呢,顶点座标,向内,那么一个呢,c值 所以呢,一个c的单位长度,那么是2分之5 所以呢,这一段长度,2分之5,我们就找到,它的焦点座标 焦点座标呢,就是从00向右,2分之5 那么因此呢,它的座标,那么就是呢,2分之5,0 所以呢,选项b,焦点座标,那么应该呢,就是2分之5,0 所以呢,选项b,它是不正确的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呢,选项c,就是呢,正交悬长 所谓的正交悬长,那么就是这个10呢,我们要取绝对值 那么取的绝对值以后呢,还是10 那所以呢,选项c,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呢,选项b,准线方程式,为y等于2分之5 所以呢,我们来看准线方程式 所谓的准线方程式呢,那么就会跟对称轴互相垂直 也就是这一条直线的方程式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一个点 那么这一段的距离,是2分之5 所以呢,从00向左,2分之5单位 我们找到这一个点的座标 那么就是呢,负2分之5,0 那么这一条千直线,它的方程式 那么就是s,等于呢,负2分之5 那么因此呢,选项低准线的方程式 那么应该呢,就是s等于呢,负2分之5 所以呢,选项低,是不正确的 那么因此呢,题目问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那么经过判断结果呢,选项c,是正确的 那么因此呢,选项c,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么因此呢,我们的答案